有一群来自深坑和时定暑假生活辅导营的小朋友 在课程中学习了西餐礼仪后 在22号的中午正式来到饭店验收成果 为而让小朋友能够真正体验西餐的用餐情况 深定师子会和饭店业者特别赞助和支援这场活动 而小朋友们也能够完全遵照用餐的礼仪 个个都变成了小绅士还有小淑女 穿着正式服装一群来自深坑时定的孩童 缓缓走进餐厅 为了让偏向孩童能够学习用餐应有的礼貌和礼仪 时定和平国小以及新北市喜乐关怀协会 共同举办了大手牵小手暑假生活辅导营 其中一项学习课程便是西餐礼仪 而这天正是他们的成果验收 因此透过了深坑一家饭店业者 与深定师子会的赞助与支援 让孩子们来到了饭店真正体验西餐礼仪 我们提供这样子一个环境 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学习如何吃西餐 那这个西餐的礼仪其实是成为世界公民 必须具备的一个专业的知识跟生活的习惯 所以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有深坑跟实定的小朋友 来这边一起由专业的讲师 然后由我们专业的师傅来烹调 然后来学习这一个过程 取之于会员的钱 用之于关怀深坑实定的一个落势 或是需要帮助的团体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鼎力全力来支持这次活动 为了符合标准西餐模式 饭店特别在一楼自助式餐厅中 拉出另一条服务动线 以一道道上菜的方式 让小朋友实际感受西餐正式用餐的情形 同时饭店西餐主厨也设计了完整菜单 从开胃前菜到最后的饮料 共九道程序一样不缺 且服务的过程中 会依照小朋友餐具摆放的位置来收盘上菜 对于小朋友来说 这样的体验相当难得 而他们也记得清清楚楚 一点也不马虎 如果用左手的话 就要用插的 然后用右手的话 就要这样子掺起来 然后如果要暂停的话 就放在八点钟方向 西餐就是要 手要拿着那个汤匙 然后不可以把碗拿起来 然后拿着汤匙要由内往外嚼 所以学了西餐礼仪 有觉得自己更像这个小绅士吗 嗯 没有学西餐礼仪的时候 知道刀叉这样的方法吗 不知道 所以学了西餐礼仪之后 你觉得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这样以后 以后去吃西餐就不怕 不怕被人家取笑了 这场活动结合了学校 饭店和地区社团 大家齐心帮助孩子 透过食物上的体验 真正了解西餐礼仪 同时也奠定了孩子的 品德教育的根基 让孩子们真正成为 小生士和小淑女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 深坑采访报道 宣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